嘿,我是阿图,教学实习还算顺利的中文兼经济学老师 上一期视频发布以后,有小伙伴留言说想听听我的实习故事 那我这期就稍带着分享我的实习经历 上一期分享介绍了教育学专业怎么选课 没有中文专业背景,怎么教中文,什么是微课 这期内容分享超想西澳大利亚教学实习攻略的第二部分 教学实习的条件,实习学校以及教学科目的安排 最后是解读实习通知 每个州每个大学的要求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请供参考 先来讲讲教学实习的条件 很多教育学的必修课是分等级的 没有修完level 1的某个或者某些课程 不能选level 2的课程,以此类推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算 那么teaching method的课程要在大3和大4才能选 第一期视频介绍过实习教师会先去俯修科目的实习 再去主修科目的实习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辅修的课程比较少 会比主修课先修满学分 这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同学大3的时候去辅修科目的实习 大4去主修科目的实习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留学生一个人在异国住和租房乘坐公共交通 完全不了解中小学的日程安排和教育体制 平日里还需要做兼职才能维持日常开销 就不要把所有实习都推到大学最后一年 我就是最后一年先后完成了两个实习 以至于一整年神经高度紧张 睡眠严重不足 长时间的胃胀气 大夏天的手脚冰凉发血汗 又因为很多其他的烦心劳神的事情加持 最后甚至生理周期严重紊乱满脸暴动 实习结束以后调理了大半年才逐渐缓过来 跟我同届的一个女生压力大到得了抑郁症 身体里还长得不好的东西 需要动手术 当然也有轻松完成所有实习的大生 从来不备课 不写教案 同事和学生还都非常喜欢他 作为历史实习老师 他本身热爱历史 各种课堂活动和历史知识 都能完美的临场发挥 也有音乐老师本身就常年担任 乐队的主唱和键盘手 高中生都为他所倾倒 那么对于普通实习老师来说 我们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个是 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 至少达到雅思6.5到7分的水平 在交流给导师反馈的过程中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绝大多数的supervising teachers 还是相当nice的 毕竟每一个老师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 都可以理解大家的处境 会尽量给大家pass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自己要教的科目 一定要有相当扎实的知识储备 要对classroom management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具体的可以参看往期的视频 师生关系 接下来讲一讲实习学校和实习科目的安排 秉承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实习老师是不能去自己熟悉的学校实习的 比如说自己的母校 有自己亲戚朋友工作的学校 有自己认识的学生的学校 但是由于每年实习岗位紧缺 很多时候大学不能按时为每一个实习生安排实习 导致了很多实习生不得不自己去找实习岗位 比如回到自己的母校 又或者通过熟人安排实习岗位 有的teacher method的导师本身就是中学老师 大学不能及时安排实习岗位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请这些导师帮忙 再来说说实习科目的安排 有些实习老师需要去教其他相关甚至不擅长的科目 不仅仅是实习老师 刚毕业的casual老师 很多时候都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自学一门课的内容再教给学生 比如社会学的老师可能会去教历史和地理 经济学的老师可能会去教商学 中文老师也有可能去教法语和韩语 第三个讲讲怎么去解读实习通知 大学正式发送的实习通知邮件里面包含 实习学校的名称 head teacher的全名和联系方式 以及supervising teacher的全名和联系方式 有时候head teacher和supervising teacher可能是同一个人 先来讲讲怎么通过学校名称来了解学校 所有澳洲的中小学都可以在MySchool的官网上找到学校的简介 包括它是公校还是私校 可以找到学校的官网 学生的总数以及男女比例 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的人数 土著学生的人数 教职工总数 以及教师的人数 学校近6年的Neplan result 那Neplan是澳大利亚国家教育测评的一个考试 来测试学生的读写能力和算数能力 最后也有财政情况还有学校具体的地址和地图 在MySchool了解学校的代指情况以后 也可以去学校的官网搜索 你要教的科目的信息 比如我教的是中文 我就会去了解学校的语言专属的部门里 有没有其他的语言 有时候可以搜到每个语言老师的信息 可以提前了解同个办公室里的同事 尤其是要记住他们的名字 有可能的话也可以了解学校的extracurricular 课外活动 还有学校的一些policy Head teacher一般是大学和实习学校的中间联系人 去学校第一天会先见Head teacher 由他再引荐给supervising teacher 在此之后的实习期间 supervising teacher是实习生的第一联系人 收到实习安排的通知以后 需要第一时间跟实习学校联系 在正式实习前约见Head teacher和supervising teacher 尽量选择中午12点到2点 给实习学校打电话 确定约见的时间 有电话号码的一定要尽量打电话 没有电话号码的 可以在学校官网找到总机的号码 给学校打电话再转接 每个学校都有office 在预定时间前15分钟到达office 跟工作人员确认身份以后 就可以再次等待 这里的office跟执意的办公室 有一点点不一样 学校office指的是 学校进门的前台 接待处用来联系校内和校外的一切事物 包括教职工签到学生出勤和请假提 外人进入学校前登记等众多指责 在这视频我会分享约见 supervising teacher相关的内容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真的有帮到你 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